港大港口奥德萨以及尼古拉耶夫进行空袭 总共发射了近70枚飞弹跟90架的无人机 而俄军这次攻击的地方 乌克兰空防能力相对的薄弱 造成不少死伤 而白宫也证实美国救援的急速弹 已经用在战场上 奥德萨警方摸黑狂奔 因为眼前又有建筑遭炮弹击中严重垮塌 幸好霍州民众还能自行行走 但得小心翼翼跨过废墟 最后直接坐在马路边接手爆炸 不止奥德萨 尼古拉耶夫也有房屋陷入火海 自从俄罗斯宣布终止黑海谷物协议后 礼拜一开始就锁定乌南两大港口城狂轰滥炸 俄罗斯声称是为了报复 赫里米亚大桥遇袭攻击乌南的军事设施 但实际受害的都是小老百姓 有年轻宝权命丧瓦利堆中 他的祖父受访途中忍不住悲强中来 这次连大陆位在奥德萨的领事馆 都被波及玻璃碎裂 周五凌晨奥德萨又再想起空袭警报 这已经是该区第四个不平静的夜晚 没人知道普京究竟何时罢休 这次乌南之所以灾情惨重 主要原因还是防空系统不如首都基辅 乌克兰另一大挑战 还有俄军在南部射下的重重地雷区 这段无人机拍到的神秘小白点 全都是反坦克地雷 光是搜索到挺进排除就得花费大笔的时间 反攻进度因此被拖慢 不过乌克兰早在该区部署好美国的布莱德雷战车 先前到德国受训的乌兵已经就定位等待突破时机 I feel very protected he says We know we're safe because it can withstand a lot It has a very thick layer of armor and it has been tested in battles 而在巴赫姆特 炮兵们也分秒必争扩大使亚俄军 同一时间白宫首都证实先前提供给乌军的急速弹药已经部署战场 对于急速弹药的亚弹率最高可达40% 使用上充满争议 不过美军退降认为只要记录好使用的位置就没有太大问题 面对反攻压力 俄罗斯铁了心拿两屎开刀 宣布未来往乌克兰港口行驶的船只 都会被视为军事运输船 国际股价格因此再往上标 解新闻 综合导 以防到白俄罗斯的瓦格纳佣兵团 开始帮白俄训练特种部队 还选择靠近波兰的边界打靶练兵 波兰倍感威胁 而立刻也调动了1000人加强边境的防御 前俄罗斯国会议员警告 瓦格纳可能会在北约家门口 借机制造事端意图扩大战事 白俄罗斯士兵全副武装 搬出装甲车跟机枪野战特训 还特别学习操作无人机 教导他们的这是当今事业上 少数有无人机实战经验的禁旅 俄罗斯的瓦格纳佣兵团 亲自训练白俄的特种兵 打靶地点还刻意选在 距离波兰边境只有5公里的地方 等于是在北约的家门口 巷装武剑 短暖一个月瓦格纳的命运 如同大云销飞车 兵变失败之后 连俄罗斯本土的巢穴也保不住 瓦格纳按照约定 全网白俄 展开数百公里的长征 流亡生活过得如何 开装甲车兜风开心比赞 瓦格纳的Telegram频道上 充满励志的心灵鸡汤 连行踪一度沉迷的领袖 普里格金也疑似现身百恶 虽然光平声音跟模糊的声音 很难百分之百确认 真的是普里格金 不过西方媒体很讶异 他竟然没有被俄罗斯总统普钦 报复灭口 透过卫星画面还可以看到 预计可容纳一万人的 瓦格纳白俄基地越来越热闹 即上个月底出现帐篷震 前几天又冒出一堆车辆跟补给品 英国的BBC还进一步确认 普里格金迎接影片的拍摄地点 就在基地内 瓦格纳看似满血复活 周边国家百姓瑟瑟发抖 这位波兰的阿嬷害怕落泪 瓦格纳的威哲效果已经达到 瓦格纳撤出乌东之后 转入地理位置非常关键的百二 驻地往南360公里 就是乌克兰的首都基辅 往西300公里就是北约国家波兰 波兰的军队立刻调动了1000人 加强边境防守 不过流亡西方的前俄罗斯国会议员 就警告要当心的 还有北方的破罗地海三国 西方开始担心 瓦格纳会借故制造争端 成为北约东义的不定时炸弹 但是话说回来 总统普京饶过普里格金 等于纵虎归山 恐怕让俄国精英 对普京的统育力打上问号 美国CIA的局长伯恩斯就认为 普京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近来俄军的目光还放在远东地区 跟大陆解放军一起十多艘的水面舰艇 跑到日本海演习大秀肌肉 美国媒体就解读 这是中方用行动力力挺俄罗斯 提议宣布导 亚洲各国房价都在标高 南韩却从去年开始房价 跳楼式雪崩式的下跌 整体下跌了近两成 首尔更是有公寓跌了快四成 俗话说 居大不易 这个词在南韩可说是真实写照 可能在两三年前的时候 我们还蛮多人买了房子 那因为买了房子之后就发现 怎么后来到了 尤其是去年 就后来就跌了大概有一成多 南韩房价过去几年 涨势凶猛 不过这一年却跳楼大跌 摊开数据来看 从去年开始 南韩房价平均大跌 百分之十八点六三 首尾部分 公寓跌幅更高达三到四成 成交量奏降 百分之七十以上 创下历史新低 南韩房价跌一年 最主要关键就是 央行政策 南韩央行跟进升息 一位房贷利率跟着攀升 向二十年期房贷利率 就高达百分之七点五五 除了银行利率 南韩独有的全租房制度 更是给了房市致命一级 所谓全租房就是住客 不用每个月缴房租 而是在一个期限内 向房东缴纳大约 房价五到八成的押金 然后在约定期限内 房客就可以免费住房 如果不续约的话 房东会再把押金还给租客 但是问题来了 那还近期房价下跌 A市呢 A市는 최우선 변제금 보상 대상 기준보다 五百万원이 많아 보상을 받지 못했고 은행의 대출 연장도 받지 못했습니다 유서엔 더는 못 버티겠단 말과 함께 정부의 대책을 비판하는 말을 남겼습니다 전租房锋鍛鍊 네 남한 방식 造成重大冲击 여러人只敢观望 不敢出手 不過近期 방식 却有 回温迹象吗 남한 6月 全国房屋交易 价格指数 只小跌 0.05% 是从去年6月 开始下跌以来 最小的单月跌幅 其中 首额房价指数 更是 小涨 0.05% 结束 连续 11个月的下跌 只是分析师指出 小幅上涨 恐怕不是 真的复苏 想在首都圈 买房 本来就困难 现在有越来越多民众 考虑购买 乡下的房子 或是政府 出资的 公共住宅 虽然公共住宅 可以降低民众压力 但在此之前 南韩年轻人 不婚不生 低迷的生育率 成为另一个 社会隐忧 绝职业的生育率 是不容易 使用 实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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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国但是恐怕激烈竞争的环境 加上高房价 成为压垮南韩年轻人 成家意愿的最后一根稻草 TVBS新闻综合报道